你们吃过烧大蒜吗 这是应该这种独头蒜吧 独头蒜吧 这应该不是咱的紫皮大蒜 好吃啊 像芋头一样 但是微微透着蒜香 我下到锅里两个 你们一人炸一个 我带这个三鲜肉一下 看起来像五花肉啊 三鲜肉跟五花肉是一回事吗 煮了火锅汤以后的烧大蒜 来 这个麻辣牛肉的味道吸收的很满 蒜的味道会更饿一些 吃个红糖辣丝丝吧 上面撒的是黄豆粉 来 我看看啥好了 快烙 火开了 我太爱重新的火锅了 我感觉我以后七老八十了 我没有牙子 对吧 对 我真的吃 真的 人间烟火味最腐烦人心 软烂脱骨 银行骑骨一项链 我发现就是爱吃的人 都是热爱生火的人 再搞一个这个 虾滑 这叫什么 咸蛋黄鱼滑 直接笑 再搞进去 皮蛋烧椒丸子 我之前这个烧椒在哪吃过我记得 这个是蛮压实的 看着肉也很厚 就有个不错 重新的姑娘真的好看 随便你们姑娘 都不好看了 怎么长得 你们就是 有好色 都比她现在还很开心 面油心酸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越来越好看 大可不必 三项肉跟五花肉有什么区别 我要吃一个 还厉害不腻 是精道的那种 现在吃我的红山肉 一般吃到这好就开始辣了 我要喝一个椰冰 好爽 椰蓉味很濃 我特别喜欢吃椰子翠片 还是这个椰子翠片 甜品神器的椰子翠片 这个红烧肉的虎皮绝了 你在嘴里都感觉到 那个虎皮的纹理 真的绝 上面有等不及的 就是以前菜可以直接吃 对 这鲜刀黄玉花很细很嫩 搞一个皮蛋烧焦丸子 这个米饭整个肉 极天地之蒸华 先吸收的肥汤的香 后面吸收的料碗和各种肉类的香 这刚刚熟 外面咯哩咯哒咯哒的 这个胶头里面好嫩 我们这期节目就要怎样 熟口二个 我这份 在那儿一个榴莲沙冰 这白也太有意思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